黃晶對美女的研究絕對是不容置疑的 他這日在精女郎同飛的《寫真集記招》上 就被人追問到在微博串爆今屆的港人應該全部都被淘汰 什麼今屆的港人真是這麼差嗎? 以我看明星的角度就是記不住的樣子 記不住的樣子是很難看的 樣子沒有特色的 整排人是一模一樣的樣子 就是有一個說是湯鎮忠的女兒 唯一有一個 你叫我十個站在那裡 叫我選他出來我都選不到 精哥你都頗肯的 但就像聰哥所說 陳國強畢竟都是你老闆 他沒有叫你不要說那麼多嗎? 不用拆來拆到那麼盡 黃晶對港姐的要求那麼高 難怪他訓練到新任精女郎同飛的對答都好像港姐一樣 同飛一被人問到為何在今次的記招上穿得那麼不性感 他就立即以很標準的港姐口問來做回應了 首先我們的這個寫真的 寫真的主題也不是以性感為主 而它是想要體現出的一種意見和感覺 那我覺得現在人們對性感的理解應該不再是普通的說穿多穿少的問題 而是你給人的態度、眼神、一種氣質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性感不再是穿多穿少的問題了 interf PixarRIi FB FB T T FB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